在二千多年前,有一個人叫約莎 他跟他的妻子馬利亞一齊 他們快要生嬰兒了 他們去百里行城找店鋪住 所有店鋪都住滿銀 之後有個店主裏面有一個馬曹 他被耶穌住在馬曹出生 馬利亞就在那裏生嬰兒 之後中間有三位博士 他們看到天有一陣很漂亮的星 之後去看看港主是否降生 誰是三博士? 這裏 這三位是三博士 他們拿著什麼? 他們拿著末日、乳香和黃金 去做耶穌的禮物 在東方又有三個牧羊人 他們看到天空很光,很害怕 之後原來是天使 天使說你們不用害怕 我們是天使 我說給一個大喜的消息 就是有一個寶寶包著馬曹 誰? 包著部分在馬曹 這個就是消息 牧羊人就去找那個港主 誰知真是找到耶穌他 他們就很開心 之後他們就周圍告訴主人 不聽港主已經降生 是啊 這個聖經怎麼讀? 聖經就是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與神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雪的人 喜悅的人? 喜悅的人 你是誰? 道子人 你是道子人 你是道子人嗎? 厲害 這個就是耶穌降生的故事 道子人說得很好 《盧家福音》2章14節 《盧家福音》 《盧家福音》2章14節 厲害 《盧家福音》2章14節 厲害 《盧家福音》2章14節